我造成我个人相当的困扰 人家都认为陈欧博大陆的投资 这品牌都是OPPO 连NCC主委都当场动尾刁 用手挡住嘴插点笑到喷饭 立委直询什么都能问 什么都不奇怪 他问我说我没投资 我没股份 那这样也没造成我个人的侵犬行为 大陆手经验起来 怎么跟自己的名字发音很像 让罪案台湾的民进党立委陈欧博 相当心烦 立委果然有够大 一个月月薪19万起跳 年薪将近257万 手机品牌要取什么名 还得拿出国会议员通讯录 小心比对 听在老百姓耳里 忍不住露出鬼脸 立委的那个素质 可能要稍微加强一下 我觉得立委直询就是 就是依照他的专业 OPPO也会觉得他清卷 网友调侃立委 秀下线无极限 还有人说那三星手机 是不是也侵权宜兰三星聪 连立委同事也摇头 这两个 第一个是英文名称 第一个他是陈欧博 那人类跟手机怎么比较呢 OPPO主张这个著作权也好 主张这个谁抄袭谁也好 我觉得应该是他的哭手一面 展现他的幽默一面 就是有针对这个OPPO的手机 那向委员询问 那后来委员在跑地方的时候 的确有听到这样的声音 那我们担心是说 后续会渲染会扩大 助理澄清不断被误会 陈欧博才会提出疑虑 对此手机公司不愿回应 只是这样的问证品质 如果满分87分 选民不知道会给几分 我造成我个人相当的困扰 人家都认为陈欧博 大陆的投资 这品牌都是OPPO 只有张卡亮李逸玄 台北报道